现年56岁的香港知名女星周海妹 相信至今仍是不少观众心中的荧幕女神之一 早年她在港剧荧幕上的演出确实相当之精彩 不过最近这些年她一直定居在内地生活 可以说消失在香港娱乐圈 在内地周海妹的事业发展虽然不如在香港 但这些年参加综艺、直播带货以及拍剧 她也赚了不少钱 近日港媒突然爆出 周海妹早前在录制一岛内地的大型晚会师耍大牌 最终被节目组无情辟出局的新闻 就引发了不少网友的热议 据知情人士爆料 在上月底 周海妹为某大型直播节目进行彩排 在舞台上彩排的时候 周海妹的表现还是一如既往的正常 但是在场的工作人员主动搀扶她下台的时候 周海妹却突然闹起了脾气 后来据其他工作人员了解到 是因为当时搀扶周海妹的工作人员 不小心碰到了她的手臂位置 工作人员发现之后主动道歉 但令在场所有人都意外的是 周海妹情绪直接失控 甚至发了很大的脾气 事情发生之后 在场的工作人员都在讨论 周海妹到底是情绪出了问题 还是在耍大牌 原本以为彩排的事情过去就算了 但在第二天彩排的时候 周海妹的情绪仍旧没有消散 还做出了令节目组更加无语的事情 第二天的彩排 原本节目组和周海妹已经确定了具体时间 但周海妹一直待在宾馆不愿意起床 故意不准时出现在彩排的现场 还反问联系她的节目组工作人员 为什么要来吵醒她睡觉 最终周海妹比约定的时间 迟了两个小时才到达现场 原本负责她彩排的工作人员 也在原地等了她两小时 而且最后还是没能顺利完成第二天彩排任务 都说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周海妹耍大牌的事情很快就传到了主办方的耳边 主办方在听了之后非常生气 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把周海妹踢出了这次晚会 在得知自己被主办方出名后 周海妹也慌了 她亲自打电话给工作人员 节目组以及主办方道歉 但主办方对于周海妹的道歉直接无视 所以最后周海妹未能出现在该晚会的舞台上 就连之前放出她的宣传海报 很快就被扇得一干二净 周海妹这次被爆出耍大牌的事情 外界一点也不惊讶 毕竟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之前就曾传出周海妹内地买花耍大牌 挨打进了派出所的消息 去年周海妹在北京拍戏时 与花店老板发生冲突 在推丧中被打到后脑 事件发生后不久 双方均打了110报警 民警因而将双方带回江台派出所 经过三小时的笔录与调解 双方最终达成了和解 对于这一事件 周海妹将之描述成花店惊魂 有人说周海妹耍大牌被打 也有人说她也打了人 更多人说她是在届时炒作 现如今定居北京 已有二十年的周海妹 已经将北京施作自己的第三故乡了 作为红了快有大半个世纪的老戏骨 周海妹的情史相当丰富 真真假假的男朋友 嫁在一起也有九个人了 周海妹是在外公外婆身边长大的 香港郊区的一个小海岛上 那里承载了周海妹所有的童年回忆 有一次 小姨外出风丸 嫌弃小海妹太累赘 于是就将她塞进鸡笼 当外公外婆出海回来 看到鸡笼里浑身沾满鸡毛 又脏又臭的小外孙女时 差点没气晕过去 直到真相后 打得小姨哇哇乱叫 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最大的 周海妹受小姨影响最深 渐渐的离淑女形象越来越远 只因为公公一句话 有全港情人支撑的 她被丈夫无情谩骂 此后几十年都遭受一样眼光 原以为美丽的外表 是打败谣言的武器 却没想到她直至今天都没人敢娶 56岁的周海妹 不管什么时候都是一个人 她的身前没有坚固的护盾 身后也没有温暖的怀抱 如果不是当年的那件事 她的人生就是另一种结局了 经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 被翻拍了很多次 许多版本和角色争议都蛮大 唯独周海妹饰演的周芷若 吐槽声最少 周芷若前期的天真善良 和后期的阴狠恶毒 都被周海妹演绎得唯妙唯笑 甚至有观众栗赞她的表现 说周海妹之后再无周芷若 凭借这一角色迅速走红的周海妹 似乎对于事业的野心并没有那么大 不仅没有趁热打铁多出演几部剧 反而是爱上了因为出演上海滩而走红的吕良伟 这也是为什么 曾经演了一代观众的周海妹 没有继续稳固地位 反而火速消失在大众视野的缘故 都顾着谈恋爱去了 自然对于事业没有那么上心 周海妹和吕良伟二人互相看对了眼 有空就是一顿干柴烈火 自然而然就走到了一起 吕良伟还曾说 以后都会宠着周海妹 看来真心喜欢一个人 就是会不由自主想给她最好的 交往一段时间之后 吕良伟在周海妹21岁生日那天 便向她求婚 考虑一会儿 周海妹便答应对方的请求 于是两人就去登记结婚 并且能在一年之内交换戒指 遗憾的是 两人还没来得及换戒指就已经分手 甚至都没有一个结婚典礼 吕良伟在婚后不久立马表示 我就一个老爹 绝对不能让他一个人孤独住着 所以我想让他搬来跟我们一起住 你应该不会介意吧 话都说到这地步了 周海妹就算是不同意 也得同意了 当即表示自己没有意见 只是婚后的周海妹并没有意识到 婚姻中自己即将面对什么 还是一如往常 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站在丈夫吕良伟的角度来说 和自己结了婚 就意味着妻子要和自己一同承担起责任 一起孝敬自己的父亲 而周海妹丝毫没有理解她的意思 都是有工作的人 她经常下午开始拍戏到了通宵 回家晚了就直接倒头大睡 第二天睡懒觉睡到十二点 这些都被公公看在眼里 她觉得周海妹完全没有作为儿媳和妻子的担当 明明自己搬到这里来 就是想要被好好释放 这番也得自己做卫生 还得自己打扫 与想象之中的完全就不一样 吕良伟是个孝子 妻妇性格又很刻板 所以每次看到儿媳妇睡到日上三干 老爷子都很生气 没少在儿子面前嘀嘀咕咕 因为家庭所是纷争不断的小夫妻 感情越吵越薄 最后终究是以离婚受场 当时两人都忙着拍戏 也没有时间到国外办理离婚手续 这件事拖到最后 竟然埋下了一个隐患 1989年 周海妹跟黎明搭档 出演回到未嫁时 两人因为配合的太默契 一度传出绯闻 而彼时 周海妹还是世人眼中的吕太太 所以 婚内出轨的板砖 差点没把她打成过街老鼠 原本就对这个小妹妹有些愧疚的前任 在这个关键时刻站得出来 吕良伟对外解释 她跟周海妹早就离婚了 所以并不存在婚内出轨之说 在此之后 黎明跟周海妹也经常在公众场合出双入队 只是 后来者居上的舒妻出现后 周海妹跟黎明这对好朋友 也很少以CP形式出现在公众面前 当周海妹的周芷若彻底爆火之后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她 当时国内的巨伤物是荣 立即就喜欢上了这样的周海妹 在她的狂热追求下 两人很快在一起 一个是当红女星 一个是富甲一方的巨伤 两人生活得很是幸福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这两人一定会走到最后时 一次意外却让周海妹 彻底看清了这男人的嘴脸 当时周海妹突然患上一种奇怪的病 因为生病导致身上布满了红斑 本来只是因为拍戏在特殊的环境下 导致皮肤受到刺激 然而在媒体的大肆宣传下 竟然传出的是周海妹生活不检点 导致染上性病 毕竟感情孤身一人 舆论的作用总是这么巨大 乌世荣也在看到周海妹生这样的病 对她开始冷淡 两人最后就这么散了 这一次生病让周海妹彻底醒悟过来 与乌世荣在一起 原来不过是她贪图自己的美貌 大难临头各自飞 这还没等到两人走到一起 就暴露出来了本性 后来周海妹又遇到了导演周嘉文 在周海妹生病期间 周嘉文对她照顾尤家 这彻底感动了周海妹 两人也在之后展开了一段感情 可是就算是这样 最后周海妹与周嘉文的感情 也已分手结束 也就是这样 周海妹彻底对感情失望 她不再执着于有一个有结果的感情 很坦然地对待这样的结局 在经历了多短感情之后 周海妹彻底对婚姻失去了兴趣 在她看来似乎每一段感情到最后都是一个结果 或许是为了疗愈截二连三的情伤吧 周海妹有段时间几乎消失在了公众视野当中 在她最后一次承认有恋情时 适合一个比自己小七岁的男人 两人相处还算愉快 但是小男朋友却一直希望能与她步入婚姻 可是这一次周海妹却始终不同意 也许她觉得最后又是一个失败的婚姻 也许她已经完全对婚姻不感兴趣了 最终两人也因为这个问题达不到一致 走向了分手 此后周海妹就一直孤身一人 有传闻也透露 周海妹最近几年受到容貌焦虑困扰 情绪一直不太稳定 因此至今仍是单身 有人说她风流成性 只会做小三拆散别人家庭 然而经历了多段感情的她 已经对感情看开 不再执着于谁 也不在意其他人的看法 现在对她来说 一个人也挺好 想起曾经的那些经历 或幼稚或狂热 但是都看着这些走向结束 原来不管怎样精彩的开始 都会以这样的方式结束 那些感情经历的时候 除了给自己徒增烦恼 似乎也没给自己带来多大的好处 倒不如就自己一个人潇洒自在 没有打扰 没有牵绊 就过着自己永远自由的日子